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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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大家好 我是依瑞 我是张靖 张靖 我说啊 你最近应该不忙了吧 现在大家都窝在家里躲着疫情 没有地方可以逛街 餐厅也不开门 啥事都不能做 会不会很无聊啊 嗯 无聊 诶 不会啊 我正好趁这个时间 也可以沉淀一下自己 修身养性一番 平常也的确是忙着团团转了 现在被迫停下生活忙碌的脚步的话 我觉得也挺好的 让自己安静一下呗 嘿 怎么就是这么一副 酸粥粥的学究的样子 太缺少年轻的活力了吧 我跟你说 最近趁着这个疫情期间 我找了几款手机游戏 好好的放松放松 同时还准备追几部韩剧 哎呦 这种日子真是过得太舒服了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这日子过得真是太懒散了 这样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吗 诶 这你就不懂了 我呢 其实也是被逼得无奈啊 当然 说正经了 我也知道这个人家说 韶光亦是年华亦牢 可是 咱们这是被政府强制在家里 不然我还能做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倒是能推荐你一个相当好的网站哦 保证能让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又不会无聊 哦 网站 嗯 是电脑游戏网站吗 诶 不是 是开录者学院网站 开录者学院 诶 你说的不是开录者视频吗 怎么又冒出了一个开录者学院网站 嗯 这个开录者学院网站跟开录者视频呢 是不一样的用途 哦 开录者学院呢 主要是一个专门提供圣经研读材料的网站 嗯 将开录者过去呢 所做的查经有声书 也就是呢 用听的查经录音节目呢 配合上文字教材档案 查考圣经中的每一部书卷 我觉得啊 它特别适合基督徒呢 在家自修读经 或者是用来准备成人主日学教材 又或者是预备奖章的时候 诶 你怎么快睡着了 诶 啊 没有啊 没有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我只是听你这样介绍 诶 这网站一听就非常 知识丰富 博大精神 肯定是一座神学的殿堂 像我这个连圣经有多少卷书都记不得的人 大概不适合轻易去踩这个雷区吧 啊 这个啊 你还真误会了 这个网站中所有的圣经内容呢 都是用广播剧的方式 然后呢 透过男女两个主持人呢 最浅显好懂的对白 说给一般想要多认识圣经的基督徒 平信徒听的 就是希望大家觉得有趣又好吸收 不是为了什么神学家啦 或是老学纠啦预备的 而且啊 刚才你不是说到电玩游戏吗 这个网站也和电文一样可以打通关哦 哦 这个有意思 说来听听到底怎么打通关 这里嘛 我先卖个关子 上面呢 你去看这个开录者学院网站 就有说明是怎样打通关的 打完之后还会有宝物哦 总之呢 开录者学院网站的正向安排 就是想要帮助大家 在家里的时候 查考圣经的时候 精神不无聊 头脑受造就 生命也得饱足嘛 哇 这么好的东西啊 那在哪里才可以买得到啊 跟手机游戏一样要加会员吗 要充值吗 通通不需要 哦 只要你愿意上这个网站 你就发现这都是你的啦 够意思吧 诶 太棒了 嗯 说实在的 这一次窝在家里躲疫情啊 别的不说 光是经济上就的确很受影响 就算只是下载个游戏 充个会员没多少钱 但是再便宜也得精打细算 犹豫再三 诶 想不到原来有这么好的网站 嗯 当然不能错过了 诶 话说回来 关注今日开录者这档节目 还真是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好料啊 没错 而且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开录者视频的节目 如果你看了呢觉得还不错 也请你花点时间 留言回应 转发分享 欢迎订阅YouTube频道上的开录者视频 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 也记得喜欢请点赞 没错 同时呢再次提醒您 只要你订阅开录者视频 YouTube网站上面 每天都有新内容呢 会寄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哦 是的 请持续关注开录者 我们下次再见咯